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阿松 帶大家去看新樓 今天要介紹的樓盤位於航空崩海商務區 航空崩海商務區又是哪裡來的呢? 航空崩海商務區位於珠海市今晚三就進以東的新田海地塊 即是我們經常提到的紅鶴大橋落橋點再落少少 又是珠海投資治癒必體的城市有一城 珠海政府重點規劃打造 外連雙橋雙軌一動脈 內建一中三環四橋 四大公堂分區 分別是位於西北部的主題樂園區 東北部的中心商務區 東部的高端分海居住區 以及南部的總部經濟辦公區 總體佔地為4.46平方公里 未來以規劃的珠海主題公園為龍頭 集成總部辦公、研發、酒店、商業、居住、娛樂等產業全面發展 我們這次要介紹的樓盤是這個新區的首發項目 碧桂園華范海灣1號 是香港上市地產公司 碧桂園和珠海龍頭企業 華范集團共同架造 項目佔地6.5萬平方米 分兩期開發 總共19棟1146戶 容積率1.8 總層高為17層 主售戶形有88平方米的2加1房兩廳兩圍 96平方米的2加1房兩廳兩圍 和125平方米的3加1房兩廳兩圍 同時密業還配有450平方米的游泳池 兒童樂園和一條索膠跑道 事不宜遲 我們趕快去示範單位看看 跟著我們的鏡頭可以看到 他們的1樓架空層左邊 配了一個兒童休閒區 設計得都非常特別 左邊的話配了一個健身區 嘩!內容都蠻豐富的 下樓就有得用 真是夠方便了 OK!我們上樓看看吧 這是88平方米的2加1房兩廳兩圍 入匯有圓關 客廳都比較大 南向飄揚 彩光通透 最重要的是露台的景色都非常不錯 這裏預留了一個小龍頭 方便我們後期運用 U型廚房 雖然小了一點 但都算舒適實用 還有一個窗 煮食的時候都不要忘記外面的風景 洗碗盆有2個 而且還預留了一個飲用水的龍頭 還有 你現在看到的全部都是膠樓標準 除了那些煮食工具 洗手間 窄是窄了一點 不過該有的都有 膠樓標準 接下來就是傳說中的2加1房 部件那張是一個露台仔 只算一半的面積 這邊就是一個正常房間 雖然設計都有點奇怪 不過但是都頗有創意 主人房 保留了一個飄窗 有些樓盤會把飄窗打造 會顯得空間大一點 電人建議 套廁會比外面的客廳大一點 這個是126平方米的3加1房兩廳兩圍 專梯入湖 門口不會對住房間或者客廳 有了一個入門屏風的效果 左手邊就是一個父母房 可以讓父母和子女都留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再進來就是客廳和餐廳 菜乾和通風扇都非常好 看看這邊 視野非常廣闊 說不定天氣是好的話 可以看到日出的 路桌連著廚房 客廳這邊不算很大 露台網內園的下面是兒童樂園 雙方會比較高 不如說回來 這個壺形單位是南向偏西一點 一到下午房間會會很曬很熱 這邊是洗手間 乾濕分離 洗手盤做在外面 就算有人用洗手間也不會影響到外面 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對入是書房 露台位置 只計一半面積 主人房感覺大 同樣是西南向的飄窗 陽光非常充足 但一到下午就有些西斜 會很熱 衣櫃和洗手間並排 洗手間飄窗沒有打 會顯得沒有位置 接下來就是96平方米的護形 現在一房兩天兩圍 但由於這個護形非常搶手 開盤不久就已經敗了 示範單位都暫停對外開放 要等到後期有新的流動推出後 才會再次開門 我們可以先簡單地從建築圖子來分析一下 這個護形和88平方的護形實際差不多 只是客廳和房間相對大一點 最後就是南北通透 示範單位的護形都簡單介紹完了 欸欸欸 慢著 還未完的 要置業一個地方 肯定要先對這個地方的交通和周邊配到有所了解 交通方面 機場東路距離項目500米2分鐘車程 是貫穿金灣南北連通航空新城和珠海機場 是項目目前主要的交通幹道 珠海機場距離項目8分鐘車程 是珠江西岸的合生空中交通樞紐 高速投擲全國60個城市 從項目出發 無論出差旅行都十分便利 紅鶴大橋 是廣州有大橋的西現場線 距離項目僅5分鐘車程 預計今年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金海大橋 距離項目僅2分鐘車程 是珠海建市以來興建的橋樑中最長的一座大橋 是廉似珠海西部新城區的重要通道 也是珠三角入海口上架設的第一條公路 輕軌兩用橋 今年年初已經動工 預計2022年全線通車 這座橋建設之後 將大大縮點金灣和橫琴之間的距離 10分鐘至15分鐘可以從項目到達橫琴 介紹 共北到項目只需要25分鐘 這期的新樓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對這個樓本感興趣 或者想了解更多 你可以聯繫我 私家偵探蠻蟲 拜拜 拜拜